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屁股写个我爱陈丽莎小姐 画面太刺激了 当了你儿子和儿媳的那个面 正正的说一声我爱你 这个是什么 这是求婚戒指 交给我吧 好 这样有够大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要跟你求婚了 挂灯 他们人呢 追杀 画刀 她不过来找我们了去吗 我说我不来的嘛 你干什么 你弄坏了你还哭上了 我要生气了 你自己起来 你喜欢什么吃什么奶奶 你该买起来挺快的 妈你就别扶她 让她自己起来 艾伦真的是惯坏了 有时候啊剩一可能 陪伴她也少 她工作那么忙 还要带孩子 对于她来讲起来也有压力 你是开过家长会吗 欢迎大家来到婆婆妈妈之媳妇们的茶话会 首先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貌美如花 聪明可爱的媳妇们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欢迎你啊 我想你们 那我们也要欢迎呢我们的春瑶姐妹花 张萌和傅首尔 欢迎 你好 今天话会从我们抽那个正方两方面的观点 去各自表达 这样呢 原来这是一个辩论节目 哈哈哈 萌萌从来都没认过输 傅老师你来给萌萌带来的太大的压力 萌萌非常能输 对我们要给萌萌也要称个药好不好 萌萌今天要加油 就放你们了姐妹们你加油啊 哈哈哈 接下来大家就来分享一下 我的老公之迷惑行为 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松姐姐笑得已经 你合不拢嘴了你先说吧 对 就是你看她像个霸道总裁这样子 非常阳刚气 她身上牙刷和拖鞋 她永远就是挑粉红的 哈哈哈 但是我真搞不懂 还有就是她在家她就是一个 不绣蝙蝠的少年 她是穿过的衣服 都可以把它叠好 放回在干净的衣服里面 不是放在表面哦 她还叠的是干净的下面哪一个 就好像很奇怪 就假装没有穿过 还有就是她 拿牙刷刷鞋嘛 她就可以拿过刷鞋的牙刷 然后再刷药 没有泥吗 这上面是黑的呀 然后我准备刷牙 死了 走 你不是用过这牙刷吗 那她那个时候反应过来吗 她介意吗 她就真的是很搭搭咧咧的那种 好搞笑 爸爸让我笑完了 你们自己笑 哈哈哈 我觉得老龙就特别喜欢 不分场合的很幼稚 这小独谁 就像什么学狗叫啊 然后学皮卡丘叫啊 什麼 show 最可愛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叫 然后我觉得她特别幼稚 然后她有时候会拿那个雨伞折起来 然后就说这个是金箍棒 然后他就说 还有就是他经常买那个 同样款式的白T 夹克 牛仔裤 买几十条 连版型都是一样 可能他换了衣服出门 别人都觉得他没有换过衣服 我老公跟他老公很像 打扮了半天 最后出门人说 你怎么也不倒是一下出门 其实他已经倒是了几个小时在家里 还有就是 有时候你跟郭老师讲话 刚讲完这句话 他完全不记得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 有时候我们家阳光房装修 刚刚喷了漆 然后喷漆的人跟他说 郭老师这个窗户你一定不要关 至少让它亮两天 这个油漆味会散掉 然后会比较好 他说好 谢谢你 哗哗 挂上了 就是我当时也觉得很迷惑 这是怎么 这个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为什么 就是我可能就是看着他脸 然后你再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但你说了什么 对 他很认真的跟人家说话 人家说完了之后 他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对 最迷惑的这个人叫顾小彤 我觉得他吃东西的习惯 常常让我都不太了解 像西瓜水果已经很甜了 他还会在西瓜上面撒糖 一条黄油可能配一块面包 他都是在吃那些配料 调味料比较多 然后还有就是他不能吃隔夜的 可能滷了一锅肉 晚上还可以再吃嘛 他就没办法吃同样的菜 他就是 没有隔夜 对 没有隔夜 隔顿 隔顿也不可以啊 他就觉得可能不健康 对 那我们广东的老火汤 他肯定不喝了 对 那一顿就八个小时 那是隔夜了 那是隔夜汤了 点牛肉 面不要牛肉 他只要汤跟面 真的还搞笑了 我要汉堡包 不要包 大概就这样子 我尤其对那个 老刘之迷惑行为 特别感兴趣 他特别爱看动画片 然后看了以后 会坐在沙发上傻笑 是 很亏了 他就爱看动画片 好好看得到 这是你还是你老公 我 我好喜欢看 那你们俩应该聊得来 我可以陪我外甥女权看 可以再看两次 三次 然后还有他特别喜欢西游记 就是各种各样的 只要关于西游记题材了都要看 另外一个他有个最迷惑的行为是 他非常喜欢把所有优秀的光头的照片 拿出来把他自己也列入其中 然后告诉我 其实人的头发决定一切 就是所有的光头长得都差不多 这是我绝对目前来说 最迷惑的一个情况 太可爱了 这个就 这个太可爱了 大家咱们现在不都是用微信吗 对 然后有的时候 我突然间会发现 我有人给我发短信 也不是什么银行 也不是什么天气一报 啥都不是 是我老公给我发了短信 但听起来好浪漫是吧 大家都用微信发短信 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这是怎么回事 好可爱 短信还可以发成这样吗 这么好 我不知道 咬的 挺幼稚的 我觉得这个好浪漫 特别可爱 这个 很浪漫好不好 挺好的 你这说我倒想起来 我老公还有一个迷惑的行为 他喜欢在微信上面给我扔炸弹 不得不说 我感觉到非常悲伤 为什么你的是收到一些动物可爱的 我每天都收到一些炸弹 今天本人作为多年七管言的代表 提的问题就是老公该不该管 你不觉得这种问题就在丑化我们吗 其实没有任何人管任何人 我感觉 坊间就是经常会说什么七管言 我觉得都是在丑化我们的形象 我觉得这老公就不该管 不该管 婚姻更需要互敬互爱 互相理解 所以不是靠谁来管住谁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哪有这么多时间管他 他一嘴二嘴没时间管 哈哈哈哈 比如说生活之中 可能就管一下 你看张董包刀总裁 其实大事我真的是管不了他 但是热闹一时住行他没有我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废材 就是说我不能自理 管住他的嘴也管住他的胃 因为他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菜 但是最气的就是他越刺越苗条 吃的那些肉都长在我身上 我认为可以偶尔管他一下 那我先生他很自律 所以基本上我不太需要管他 但是当我不管他的时候 他会觉得好像不受到重视 他要出门了 我们说好拜拜 他可能就觉得很失落 所以现在我们全家人就说 爸爸你要去哪里 请问你几点回来 赶快回来 我们已经很想你了 当他得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可以偶尔的管他 我在这之前 我应该特别自信的 会说出我的观点 我手劲都出汗了 我紧张了我不知道 就有些争议是吗 我争议很近 我真的 是真的 咱俩一样 我从来 我们俩都经历了什么 你记得什么 你经历什么了 我也经历了一些 对对对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 这么不坚定 这么犹豫不决 这不是我 但是你真的说到这个东西 我还很认真的想 老公到底要不要管 我老公不应该管 我可能在来之前 我会说一定会管 因为我会管他衣食住行 但是自从网上 对我各种抨击以后 我觉得 我只是在培养一个婚姻的习惯 所以女人那不叫管 那叫花心思在经营这个婚姻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觉得我还是花了很多心思 在我的老公身上 不变了 我在这之前非常坚定地认为 我自己是不会被别人的声音左右的 但这段时间我发现我会 因为当一个声音太猛烈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辨不清自己的方向 你会突然之间质疑自己说 难道我是错了吗 这就为什么我总道歉 对 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以后 你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其实我道歉每次都是真心的 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感谢一些声音 因为我们会站在我们自己的一些角度里面 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问题 然后可能身边的一些人 你说的这些话未必你会听 但你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网络的声音 当然有些不是很客观 但是绝大部分就要你说的很强烈的时候 可能确实你自己已经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好各种各样的声音 你都可以去听 但是你怎么样去听 这是取决于自己 对 就是成长 我们的这个变婷是 老公该制度化管理 还是该人性化管理 来了 你抽吧 你随便你 你选哪个 你甚至可以先选 你先选 那无所谓 我就随便一个 就随便 我们的这个变婷是 我就是制度化 哎呀 太难了 人性化管理 你要制度化 我不所谓都可以 我也都可以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制度化管理 都感觉到没有人情味 但夫妻它是一个长远关系 是一个约定关系 它不是假客气的 制度化管理 就是我们俩之间先说清楚 就是有些事情是我的底线 有些事情是你的底线 我们彼此了解 就不会探到那个地方 比如说我对我老公的要求 就是每个星期 必须陪伴孩子多长时间 这听起来非常的制度化 另性规定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时间的东西 是你无法人性化去实施的 你说要多陪孩子 多是一个什么概念 他可能觉得 我一个星期陪一个小时了 还不够多吗 那我认为远远不够 我们家是有很多这样的约定的 因为我觉得大家彼此都挺忙的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这个小的事情上面争吵 不如就大家都 都把这个事说清楚 好多人说我什么 这个母老虎呢是吧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 关你什么事呢 真的好久 我又没有管理你 松松跟圣毅 带着崇拜的眼光 看着傅老师 你没有看到我带着 更崇拜的眼光吗 带着一种困惑的眼光 我是不是都可以直接认输了 我觉得夫妻不是公司 不是管理员工 她是一个更加平等的人物关系 我觉得家一定不是一个 讲制度的地方 制度是条条框框 是真真正的一条点写在那边 而且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如果我没有完成 我没有做好 我是不会有一种负罪感 会不会有一种压力 那家变成了一个什么地方 初期之间一定是要 更多的这种人性 和互相的理解 互相的磨合 所以我觉得制度 是真的不需要存在的 苏老师 她说你那种方式 会让家庭生活不幸福 我没有说会不幸福 我觉得反而会节外生枝 初期之间的这种平等的关系 互相的这种支持 不能去简单的用制度来调整 而且你一定要去珍重它 让它感觉到这个爱 而不是回到家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规矩 很多很多的这种坑 需要去屏蔽它 我觉得制度化是双方的事情 不是双标 这个制度是我们 双方之间的约定 所以这个制度化 是对双方的约束 那也就不存在不平等 但这不是制度 你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要管理 就不如制度化管理 因为人性化管理 它的界限是不明确的 如果你凡事都人性化 理解 包容 妥协 大家一派和谐 那叫什么管理 管理是有方法的 就听起来它就很硬性 所以不如把它硬到底 要不然就很柔和 就不管大家各干各的 各自靠自觉 不对 我完全反对 我告诉你 管理绝对不等同于制度 也不等同于强硬 甚至在职场上面 我们都会有一种叫 管理你的上司 用一些巧妙的话语 或者一些行为 一些行动 而就让上司 接受你的一些想法 这个也是一种管理 她刚才想证明自己 有道理的时候 她说家庭跟职场 不是一回事 但她刚才要证明自己 特别有道理 她又说家庭和职场 是一回事 那到底家庭和职场的 这个制度 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我认识一个朋友 她老婆规定 她每天六点钟一定要到家 然后有一个晚上 我们在聊天 看那时针马上就要到六点了 她打腿就跑 白女充分速打开门冲着 不知道以为是跑单的 惊呆了你知道 我说这是什么情况 然后后来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询问 她就说 她的老婆室友 跟她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说几点钟必须到家 所以她一定要在六点钟 准时踏进家门 这个就是一个反例 我个人认为 那是制度定的不对 不代表制度不对 那我换一种说法 我不是说每天晚上六点必须回家 我说在不出差 没有意外的情况下 每天晚上回家 这是不是一个制度 老公每天晚上回家 这难道还用制度来约定吗 那你说又有多少女人 会每天晚上规定 丈夫六点必须回家呢 那这个制度 也说得有点偏激了吧 所以这个是不可取的 这个就不应该存在制度 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给男人 一个制度 然后让他来钻空子呢 我们作为女性 没有这个必要 你发现没有 张龙从头到尾论证的 都是不用管理 而不是如何管理 特别简单 我用电话管理 你最绝对不对 电话管理 等一下 不要动手 电话管理 我倒是想愿闻奇祥 我跟我先生之间 我们彼此非常的坦诚 我们也不需要有制度 但要差不多 该有一个时间的话 我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我可以问他几点回来 但是我没有必要规定他 必须要几点回来 不代表说我不去管他 或者不去照顾他 不去在意他 我们说的是 人性化管理也是管理 人性化管理 是在制度的基础上 必须要与制度为基础 是要结合的 人性化的管理 是在相同的价值观上面 而并不一定 非要把它落实到制度 谁是支持人性化的管理 我是支持人性化的 我自己可能是一个 比较喜欢制度化的 喜欢做Excel这样的 但我老公是一个 弹性比较大的一个人 就是他比较喜欢 freestyle那种的 所以我就觉得 很难建立起来这个规则 所以我跟他之间 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 人性化的管理 会更适合我们的情况 我是一个非常制度化的人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没有灰色地带 但是我的生活告诉我 我不得不有灰色地带 比方说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当时跟郭敖东商量好说 生孩子你得陪我吧 结果最后 他只给了我三天 同一天进产房 第二天生 第三天他就走了 他是对还是不对 他也真的是为了 给到孩子更好的生活 给到你更好的生活 那你就是为爱妥协 然后前两天 我儿子过生日 结果那天 他被安排了一场 特别重要的电影的发布会 我当时很生气 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推掉 儿子是不是一年过一次生日 一年一天陪儿子 过分吗 不过分 对吧 我当时对他这么说了之后 儿子说妈妈你不要发脾气了 我知道他想陪我的 他不是故意的 那一刻我觉得 我对我老公的要求 不得不妥协在生活里头 因为连儿子都是 都是站他这一边的 虽然我有很多条条框框 他可能从来没有遵守过 但是可能这些就是生活 我认为还是要有制度的 只是你的体现 可以用人性化的方式 假如说我们今天十二点回家 但是今天因为有点事 十二点半好不好 那当然没问题 只是我们是不是都有把 我们的底线跟原则 都给对方讲清楚 当男女朋友的时候 就可以尽量吵架 尽量把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原则 沟通给对方知道 互相很清楚 我们的底线是什么 我觉得这好像是有必要的 这样子说我是不是就等于 比较 制度性的 其实刚好你们说的那些情况 在我身上是完全相反的 因为我不给 天蝎家处女的张夺管死 就已经很好了 其实都是她在管我 她有松一松 我就已经很开心 所以你叫松松 我想叫夺夺 她也叫紧紧 老公自从嫁给你们以后 就可以随便地使用了 说一说 老公的一百种使用方法 使用 我的老公功能很少 他也不太好使 假设有一天我们到荒岛上 他至少可以帮我们生活 找食物 我觉得她在这个野外求生的技巧 算是高人一等的 另外现在在家里的话 她就是专门解决 电脑的问题 家里的网路 或者是电器 另外就是可以当我们的 理财专员 也就是可以带缴 各类账单 提供一些专业的金融资讯 太好了 我老公是我的试菜员 因为他对吃的要求非常高 不断不断我就变成 好像很厉害的一个厨师这样子 他也是胃不胖 所以很开心 我老公也是我的闹钟 按了我还是继续睡 他就不是 他就立即起来了 然后他就会叫我 他也是我的出气筒 打游戏的时候 打得不好 然后我就可以骂他 朵朵的手画 基本是要工具型的 是的 我老公是我的 经纪人 这是事实的 对 他比较擅长处理对外的工作 所以有的时候 他会帮我打理一些 工作上的事情 他也是我的生活助理 如果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 我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啪 就给我过来解决了 这点让我非常地安心 总说办法 对 然后他还是我的小白鼠 怎么说呢 就是我最近研发一些护肤品 然后我经常会给他做 什么脸上的那个SPA 还有把新的产品给他用 我毁容了 不会毁容 对我的产品 他没有信息 有信息 我用给我用 我也有信 好 然后就是他会试一下效果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丝机 百度百科 开心果 出气包 多拉一梦 反正他什么都要做 你说的对 我觉得老公真的是一个多拉一梦 你就要什么他都可以 对 他刚刚说的所有 其实我都有想我老公会不会给到我 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我老公是我的荷尔蒙 我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 我愿意发泄我的情绪 就是我对生活所有的热爱 真的都体现在他身上 他能给我超级大的安全感 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我都没有什么要惧怕的 我唯一怕的是 我不可以跟他分享 尾巴狗粮 他感人 我正好恰恰相反 我倒不觉得我老公是我的荷尔蒙 但他是我的 你是他的荷尔蒙 我本身荷尔蒙过身 就是我觉得 他是我的世界进化器 我老公是我能遇到的 性格最好的 最温暖的 什么事情就往正面想的那种男人 这么多年我的改变 我觉得完全都是由于他 就因为我自己原生家庭 有时候会容易悲观 容易失落 我一直觉得选择它 是我婚姻最正确的选择 因为我需要一个正能量的人 需要一个实时给我乐观 提供生活下去的 动力和勇气的人 就让我相信这个世界 是无比干净和美好的 这个就是我老公 对我最大的作用 太好了 当时我做制片人的时候 我就总觉得我做不好 后来我老公跟我说一句话 他就说 第一次做肯定是要交学费的 他说你做不好 还做不坏吗 嗯 他说你做的坏都没有关系 有我在 就是这一句话 我觉得这种底气感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是最大的这种知识 它让我更加的勇敢 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可以归纳为人生只如明灯吗 嗯 差不多 因为他就是 头发也不是很多 哈哈哈哈 这挺亮的呀 他都是这样的 怎么用好自己的老公 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对 真正的了解到老公的长处 当你去善于去使用自己老公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现 老公的状态会特别好 你自己的状态会特别好 那这样的话就是家庭的状态会特别好 希望每一家都有一个幸福的 快乐的状态 对 就像他们一样 加油